大选刚结束 本次仅次于总统大选的蓝力对决 恐怕就落在台北市第三选区了 绿云出奇兵 以学经历亮眼的吴英龙 对上蓝银新生代的蒋旺安 虽然结果大家已经知道 但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知名度零的这只素人 在短短百天极起之罪 让蒋旺安的选情陷入威胁 让我们来看下去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 是刊登在2019年12月13号 刊登在荆州刊的 最有看头的双帅对决 吴英龙为何能在深蓝选区 拉起万安警报 在去年12月11日的晚间 捷运中商国小站出口 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简象 一位立委候选人在街头拜票 却有严勉不绝的排队人龙 原来这些选民都是要等着 与近期爆红的政治素人吴英龙合照 点着昔日高盛金铜的光环 反台跳入最艰困的选区 与国民党的明日之星打对台 不论是在话题度 吸睛度 都让选民把目光停留在吴英龙身上 但停留还不够 吴英龙能在百天之内 支持度紧咬讲完安 关键便是将爆充的网络声量 实际转化为选民的支持度 而如何将网络声量 转化为选民支持度 虚实整合是关键 根据Google 2019年台湾年度关键制 搜寻排行榜 吴英龙短短半年内就在快速的 串升政治人物表上挤进前十名 打开知名度的起点 就是吴英龙在知名网络脱口秀节目 博恩夜夜秀粉末登场 尽管吴英龙的好身材 凭遭主持人物化 不乏出现扯暴 衬衫扭扣扣 服务挺身 摔脚技巧等画面 但观众的反应却是相当捧场 这则影片的总观看次数 也逼近190万次 社群平台还刮起了 自称是这个农夫 或是农妇的风潮 趁着网络声量的崛起 吴英龙团队开始将 线上高人气 推波到线下 透过小型讲座 谈论政见试水温 绿营协助整合地方的里长 民代议员 积极带着吴英龙 扫接拜票 接触地方选民 让民众从陌生的 到叫的出名字 再加上总统候选的蔡英文 赖清德 以及总统府秘书长 陈菊 民进党的主席 左荣泰 都是路过站台 使得吴英龙的身世在 范绿族群 持续升温 更为重要的是 吴英龙竞选办公室 以招募资工 范组竞选小物等形式 将网络上的支持能量 实际转化成实体的能量 自称是农夫跟农夫的支持者 争相报名 抢购 更成了吴英龙走进地方 深化网络声量的 重要支持军团 而除了北部吴英龙以外 同样用虚实整合 做行销的 还有本次选举的 大黑马 3Q哥 陈博维 陈博维是让在竞选的时候 每天形成满党 一天他在脸书上连开五场 扫街直播 不仅用脚 深入选区 与在地相亲 面对面拜票 也在网络 让观看的直播的支持者 看到陈博维在寒流来袭时 也从早跑到晚 纷纷流言加油打气 除此之外 他除了握遍每一双选民的手 他也上政论节目 网络节目 将选民的眼睛电筋在他的身上 做到掌握选民 五感体验当中的三感体验 视觉 听觉 触解 让虚实整合所带来的效益 为自己的选群更上一层楼 也获选为这次我们台中的立法委员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本次2020 各党都有年轻世代串起 如民进党的Winno 高家瑜激进党的陈薄韦 除了情保市场基层外 他们更利用网络的力量 为自己来行销 高家瑜甚至上了 折折群众目视平台 募集他的竞选的经费 举办演唱会来回馈大众 所以我们下个小结论 选民结构正在改变 面对新形态的选民 候选人唯有运用新形态的行销手法 才能达到 虚实整合的最大效益 为自己的选群 争取更多可能性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